据来关心反服貌黑箱学运呢 台大校长杨畔池今天在出席一场记者会的时候 表达支持学生参与社会运动 也很关心呢学生在日前的驱离行动中受伤 不过还是有不少的台大学生呢 搬出早年知名校长赋思年的名言 只要学生流血就会跟执政当局拼命 希望校长杨畔池能够有更积极的作为 太阳化学运第九天台湾最高学府台大校长杨畔池 终于现身公开场合表态肯定学运 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说学生更关心社会 所以学生关心这个服貌的议题 其实我们非常非常的肯定 非常鼓励学生应该要去参与这样的事情 三二三学生占领行政院发生流血冲突 杨畔池隔天立即发表声明稿表达关心 也不忘呼吁抗争回归理性 至于罢客声让四起 杨畔池则不愿正面回应 仅用声明稿表达罢客并非最佳手段 除了在保护台大学生之外 可能还必须要保护所有参与运动的青年学子 或是甚至是群众 三二四发生流血镇压 台大学生不免拿出台大第五届校长赴思年 在民国三十八年四六学运 说出如果有学生流血的话 他就会跟警察拼命的例子 来和杨畔池做比较 部分学生渴望校长除了呼吁 还能有更积极做法来保护学生 二十六号适逢富思年 一百一十八岁明淡 学生将在晚间发起活动追思 会把杨校长跟富思年校长 拿来互相对焦 就是因为大家 其实对于台大校长是有所期待的 我希望校长他的声明 就是可以坚定的去保护学生 部分学生希望校长可以再更挺身而出 但杨畔池也考量对服贸的意见正反都有 站在中立角度才不失偏颇 有点TV蔡中文黄一金台北报道